太平島因為部長剛剛也有很多委員在詢問 那就您的看法什麼時間才是最適合的 我想這個應該由國安單位那邊全盤的來考量 就是說總統那邊的每一個動作 我們都必須要去思考到 是不是符合我們國家最大的利益 那當然可能有不同的時間點 不同的這個政策的背景的這個考量 因為以蔡總統來說 他已經要卸任了 他再不去他也沒有時間去了 以他總統的身份 所以過去為什麼有兩任總統 他們在卸任之前 他們都去登島宣誓 既然太平島是我們國家的領土 我們要去自己的土地上面 為什麼還要看別人的臉色 還要擔心別人會不會生氣 今天如果南海有什麼樣的動盪或不安 其實包括很多的深所國 還包括很多國家跟中國之間 他們的利益衝突其實才是南海現在最主要的衝突的原因 可是既然大家都說太平島是我們的領土沒有錯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擔心什麼呢 那蔡總統去那裡又會有什麼樣的危險呢 因為以現在來說大家都希望和平穩定的情況之下 他現在去其實是最安全的 因為沒有人會動他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大家再講他的時間點到底是什麼 因為說那裡因為有差了我們的國旗 那裡有我們的海巡人員在那裡駐守 所以其實不去也沒關係 那部長還有總統為什麼要大老遠的非世界各地 然後去我們的外館去跟他們圍繞 然後去那裡宣誓 因為那我們所有的外館不是也都差了國旗 那也都是我們的一些駐外館的代表處都很明確啊 那為什麼我們還去呢 其實這一些宣誓的意義 他就是代表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主權是非常在意的 是我們重視的 當我們島變焦的時候我們只能抗議 然後八年默默的就過去了 然後登島其實他就是一個宣誓的意義不是嗎 我相信這個時候沒有什麼中共得利了 每次要講什麼的時候 中國的那個議題就來了 是這個中國可以獲得什麼利益 從我們過去兩任的總統 他是民進黨民選的總統陳水扁 或國民黨的總統馬英九 他們兩個去他們讓中共得了什麼利 其實他們反而讓國際社會看到我們捍衛主權的決心 所以我不曉得大家的評斷說 那裡會有什麼樣的危險 因為如果大家不親起戰端 我相信蔡總統現在去其實還蠻安全的啦 那是不是其他的我們委員會要不要安排 我想其實這個都是大家在這個時間點 尤其他在紛亂的時候我們都不講話 我們都沒有發出聲音 人家才會把我們大概都會認為我們都默許了 這個才是最危險的時候 那另外有關於這個議題 我很簡單的跟那個委員回應一下啦 就是說我們委員會這邊 我們趙委這邊要做什麼樣的決定 那我們就完全尊重 那我相信政府的相關部門 尤其是國防部那邊都會配合啦 那但是太平島是屬於我們的主權範圍 這個是我們的內政 所以今天早上很多的這些委員朋友 在問外交部長 有關於太平島的事情的時候 我都覺得有點怪怪的 那個是內政的議題 而不是外交的這個議題 但是如果說要有這種外交的這種牽強的話 就是宣示主權 那我們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來說明 太平島就是我們的主權 這一點無庸置疑 好 謝謝委員 今天部長 因為如果大家是要去墾丁 大概就沒有這種問題啦 因為他要去太平島嘛 那所以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國家 是有爭議的 所以才會牽扯到這麼多 所以我們在這裡也是希望 在當大家都已經表態的時候 我們當然也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還要有捍衛的決心 這是我們在這裡提出來 國家元首本來對這個部分 應該要讓大家放心 而且也要帶領所有的國人 捍衛自己的國土 尤其部長其實也不是內政或外交的問題 因為你比較宏觀 你看過世界的大風大浪很多的場面 所以在這裡請教你應該也是對的啦 所以希望你提出來的意見 也可以是正確的方向 因為他到底是不是對的時間點 我想總統應該要有智慧去判斷 他出沒多多時間啊 感謝 感謝 謝謝 謝謝 選問